与上一场比较类似 我们今天人就关注的是 明代的地域文化 具体而言就是董奇昌的家乡 晚年的苏江 那董奇昌其实在他的书画创作中 有过不少关于苏江主义的创作 然后我们从他的交友圈中 也是能够看到 这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来自复旦大历史系的教授 冯先生老师 那冯老师是长期从事明清史 还有江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那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 的课题是 晚年江南的苏江湖 世人生活与社会变化 大家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曹元老师 首先我要说三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题目 是他们给我指定的 这样一个题目 第二呢 我讲的这个世人 跟明清时候世人的概念不大一样 因为明清时候的世人 这个概念专门是指 没有考证近世的读书人 但我这里来用的宽幻一点 是管子讲的 世农工商那个世 这样一个群体的概念 第三呢 就是晚明的松江湖 这样一个范围和空间 我们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有些可能带一个轮廓性的描述 当然总的来说是围绕董 其昌和他的子孙 他们的时代和生活氛围来展开 我们进入正题 基本的内容是这样一些方面 介绍一下整个历史发展到晚明 这样一个比较繁荣 或者说特殊的阶段 在松江地方可能呈现了一些社会表现 或者说环境塑造 对我们松江地方的影响 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这样一个地域社会 和空间里面 占据这个主导地位的 或者说处在社会重心的 就是我们世人阶层 以前也叫做世尚阶层 那这样一个阶层 可能引领了整个社会 或者地方的这种发展的主流趋势 然后他们的生活会影响到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方说对物质 对文化这种追求 或者说对生活的这种塑造 这样一种带有人生欲望的表达 可能会影响到很多方面 第三呢就是 我们要讲到这个董其昌 董家是带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家族 而且这个家族特别庞大 比我们想象要庞大得多 但他们早期的发展 是非常接近的 是处在一种 从上海到华庭两个县当中 一个交界地带 而且是比较偏僻 相对来说也比较 经济上也比较荒漠的 这样一个空间 就是三岗 然后从这三岗来介绍一下 然后最后就是简单提一提 这样一个全市家族 或者说全市阶层 他们那些简单的变化 特别是到了从这年间到 发展到这个顺治康熙时候 他们有一种长期衰落的趋势 这种变化 跟晚民的近况有很大的不同 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松疆地方的人文 或者说地方的文脉 到了晚民 其实是特别昌盛的 然后这样一些四族群体 然后可能拥有比较浓厚的 比方说非常庞大的 这种叫文化资本 还有强大的这种权力关系 所有这些呢 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网 既然社会网里面 世人的生活是非常多元 而且是比较复杂的 那这个地方当然说是很重要 但空间不大 很小 在明代的话 整个松江府就这么大 因为它只有三个县 华庭 上海 还有就是这个清谱 就比较小 清谱 还是从华庭上海的县里面 各出来 然后才设的 隔壁的苏州就比较大 然后苏州是整个江南地区 具有核心地位的 但是往往是苏州 或者松江是并称 叫苏松怎么样 苏松怎么样 是这样并称的 明天时候都这么讲 那么看 大概在这样一个地方 当到了明代 就是说特别重要 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就是经济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这句话是万里年间 就明代万里年间才流行的 叫买不进松江部 收不进卫塘山 卫塘山今天这家的加塞 加塞比较有名的一个古镇 就是西塘 它那个棉山很有名 然后松江市部 是中国所谓棉部和棉房的中心 当时明代中国 所以这句话是传送当地 产业特资的一个重要的比较大 这是经济方面 一个方面也不能代表全部 然后因为人口多 地方小 经济发达 所以它承受的压力 其实很大 当然它只有三个县 这每个县 在当时明代这种县级分等 就是县有很多等 分等级 都是属于上上县 那上上县的意思就是说 它付水很重 摇曳很重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非常大 但是尽管这样 就像这个法国人 这个法国人 他说 跟很多地方不一样 就说在别的地方 那荆棘啊灌木都难以成长的 这样一些地方呢 在这里会变成明媚的美景 这个原因在哪里 水 我们这里是水乡 水域特别广大 水域环境的良好的这种孕育 让这里的名声就变得很不同 很不同 这是明朝家境人间 刻的一部水域书 一般人也不会去看这种书 因为这是水域书的 它里面讲的话 非常之有意思 你看他怎么说 明代这里属于南子力 南子力很大 包括江苏 包括安徽 那个时候 他说这样四个府 这四府当然地位很重要 是核心地带 他说 因为跟水有关 所以他说 苏州通水多 富水最重 通水多 富水一定就重 这个表达很有意思 苏州的富水确实很重 然后呢 松江呢 它的空间可能就 苏州的一半 然后呢 但是富水又远远高于长洲 原因就在于通水 通水 这个条件也相当好 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 这个说法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除了这个 它的经济上比较发达 它富水很重 一个重要的表现 就在白梁 明代白梁 就是朝廷规定 要运到金师去 供金师消费 打官贵人 皇权贵族消费 整个中国 这是在太湖周边 五个府才有 别的地方没有 白梁就金白梁 就苏松场 嘉兴湖州 将近五个后来到镇江去了 那 宋江就在五边 所以这是五个府 这个府很重啊 然后因为要运出白梁 早期还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 就是当时在南京 永乐前期也在南京 后来迁到北京 这个压力就变得很大 就是路途遥远 还要受层层盘托 就顺着大运河过去 这个宋江人 如果要去运潮梁的话 宋江只要运潮梁 通过太仓 就是宋江古城 大家应该如果去过的话 有个太仓桥 仓街 通过朝银这里出去的话 就是有通过很多关卡 都是利乎礼兵行宫 六个步 都在地方很多关卡 这关卡就是桥底竹杠 你要不要交钱 帮你顺利过去 这样一种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 压力特别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另外一个表现 对老百姓来说 就是说可能有一种 民间的这种愤怒和敌意 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那些士生 那些士人 一旦考证举人进士以后 他有幽敏权 就是富岁和摇曳 他有一定的比例的幽敏 公民越高 幽敏比例越多 那这些人假如说做了官 回到家乡来 他势力非常大 又想有幽敏权 被幽敏掉的那部分额度 普通老百姓 就是要承担的 要转嫁到他们头上的 所以当时有这样一种批评 就是乡身多的话 这个批评老百姓 吃的苦就越多 这个批评跟顾炎武讲的一样 顾炎武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 他说一个地方 深远 深远就秀才 秀才数量很多的话 老百姓就会吃苦 这个地方就会 就是政治上会很乱 为什么呢 这些人有一定的幽敏权 幽敏掉的那部分额度 普通老百姓来承担 所以顾炎武说 这个深远要废掉 要废深远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 这里也是 所以搞得比较好 就是海瑞 海瑞受老百姓欢迎的原因 他就是要把这些 不平衡 给平衡掉 他就这个意思 但是呢 他也得罪了这么多 有势力的阶神 所以他一旦被罢官以后 他整个这政策就反弹 一定用都没有 在地方就是这样子 这样一种情形 这样一种压力 一直到崇祯17年 那明上马上就要灭亡了 这个陈子龙 陈子龙是云间的三大才子之一 云间三子之一 他就在最后一年 还向朝廷上座 说我们江南负担太重了 特别是这个姚毅 姚毅就是要承担这些任务了 去承担公共工程 承担这个输送粮食 这样一种工作 这个压力特别大 他还在讲这个问题 要舒缓 但是往朝到这样一种状态的话 整个国家完全没有办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这样一个地方 存在的这种压力 其实应该被看到 被看到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看这个 我们这个松江这样一个地方的内部 外来的人总是说 南方人就是这样的 喜欢吃米饭 喜欢怎么样 我们北方人怎么样 其实这是很融通的一种认识 就像很多人 跑到这个江南古镇来 看古镇 然后再看另外几个 就觉得没意思了 这个古镇不都一样吗 到处买臭豆腐 到处买蹄膀 没有特质 其实我们如果是江南 如果生活在这样一种水箱里 生活环境里面 不同的镇 不同的地方 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每个地方有特质 所以古人讲得很好的 他说得很清楚 一方有一方植物 他讲得大也对 讲到小的地方 这句话也是对的 你看松江靠海的 就是靠入海之力 就是靠比方 晒盐 靠雨夜 靠这为生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浦东有很多厂 对吧 有新厂镇 浦东有很多灶 什么六灶 七灶 八灶 这种灶 变成古镇 这个跟盐夜有关系的 就是晒盐 接盐的地方 对不对 这是靠海吃海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就这个意思 比方说靠近泰晤的清浦县 地势比较低 这个地方 那就是主要的工作 除了这个渔业以外 那就是水稻 水稻种植 现在可能是中国的 胶白之相 去说胶白中的特别多 你们吃的胶白 可能都这里来的 大概这样子 所以这样一种情形 就是水环境塑造的 不同的环境 就运营了不同的人生 这个人就是 他们家就是靠海 换迹的 这个人就是在浦东的浙灵 浙灵现在大概属于 凤贤镇 金山这一带 交界地方浙灵 浙灵原来有一个山 叫浙灵山 其实是低丘 有个浙灵镇 它这里出来 他们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怎么发迹的 这个人后来变得很厉害 他生活的时代 比董其商稍微早一点点 时代是当时整个 松江府的杰出的精英代表 也是书画民家 也是书画的奸赏大家 是这样一个人 后来的时代 就是董其商的时代 这人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整个松江地方 一般是分西乡和东乡 西乡就是属于 像青埔啊 像华庭这边过来 就地势比较低派 要到吴江和加山去了 地势很低派 这个地方 低派的一个好处 就是灌溉 就农天灌溉很容易 就夫妻两个人 如果重25某 那么稍微勤快一点 就是可以达到30某 这个就是说灌溉之力 很方便 就是花的力气 可能稍微少一点 达到生产的效果会很高 但是东向地势比较高 东向就往上海这边来 就是这一带就是港深 我们叫港深 港深地势就比较高亢 然后是原来的古海岸线 这个地方是沙壤地带 中水道是不行的 为什么 地势高 他说水车都是直速的 就是灌溉不方便 他夫妻两个人 极力耕种 只能种五某 这个差别就太大了 就是传统的农业生产的收益 这两个乡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东向后来的发展 像棉叶发展 就是种植棉花 像棉叶发展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 一种认识 尊重认识 好 那尽管这样 他说我们整个中国都是 把整个江南地区 像松江这样的地方 是一种人间的乐土 是人生向往的一个空间 这沈轮的这十列一高 讲得很清楚 四代夫四与朝 就在朝廷里做官 还到地方游换 就各地做官的 都是把我们江南 像松江和苏州 这样一些地方 看成人间的乐土的 为什么 老百姓在这里 除了耕作以外 老死都不知道 有战争啊 有死亡啊 有各种各样的威胁 那当然也有水灾旱灾了 这也没问题 肯定有的 但总体来说 比别的地方要好很多 问题在哪里 在这样一种解释 就是家境隆情万里年间 这个附近人 这个人叫谢造哲 这非常有名 他在全国各地做过很多 他说江南 地方的老百姓 很厉害的 勤劳是勤劳 但是很聪慧 很聪慧 就是说 能够劫山海之力 他能想到的 人生的谋生的途径 他都能做到 所以人之设立 无为不惜 只要能赚钱 只要能获取这个 这个生机的保障 他都能做到 别的地方可能是 达不到这样一种 程度和状态 所以尽管压力很大 我前面提到 各种各样的生机 各种各样的 这个国家的要求 责任压力很大 生活仍然好过 就这样了 现在我们这里 压力也是很大 生活看上去 还是好过 大概这种意思 好 那处在这样一种 环境里面 引领整个 这样一种社会的 主流阶层 带有地方责任感 和社会中心 那就是私生阶层 这样一种私生阶层 对地方社会 是有一种关心的 就是对地方有 有这种 我们叫 当时人讲 叫有公正 有公正的关联之心 那这样的人很重要 他会代替老百姓 说话 向官府反映 向朝廷反映 这样的很重要 你看下面我讲了 这个那梁区 那梁区就是刚才讲了 比方说白梁啊 朝韵 每个县下面划分几个区 就像以前 两个人民公社 也划几个 跟下面的这个乡啊 都土不一样啊 叫梁区 每一个梁区的领袖 叫梁长 梁长下面还有副梁长 他专门管这个的 能够承担的 一般都是叫 英识大路 穷人是不行的 穷人没有资格 承担梁长 你这个 一穷二白 你难道最革命吗 不是的 一定要有钱 一定要有钱 为什么 就是你押运这个 这个朝韵的这个船队 通过松江 然后顺带大运河 到北京去的话 一路之上 所有的开销 你这个大户要承担 也就是说 一旦这个船舱上 两个这个粮食 腐烂了 被老鼠偷吃了 然后你这些老百姓 押运厂队的老百姓 他也要吃喝 这些钱哪里了 衙门不给你了 都是大户来承担的 然后路上的这种 敲出杠 也要他来承担 所以当时很多人讲 一旦承担这个梁长 这样一种谣逸 中等人家 就中产之家 很快请家到南 很快破产 一定要是因此大陆 他承担 才能这个承担起 这样一种责任 是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人 不断地承赞 说这样的人家 是大加巨石 是国家的一个元气 是国英的基础 那现在看来 好像是中产阶级一样 没有这些人 就感觉整个地方 社会的一种基石 要被打掉 要培育这样一个阶层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老百姓就很安心 尽管他也有压力 但是他不需要 跟官府打交道 所以叫终身不是城市 城市是政治中心 是衙门所在地 他不需要去打交道的话 有两掌冲面 那就没必要认识衙门里的人 叙利啊 衙门里的官吏 就不会跟他们有纠结 是这样一种意思 所以整个的社会重心 当然压在这样一群人身上 这是没问题的 刚才讲 这个何良俊家族 差不多干了五十年的梁展 你想想他们家里多有钱 他们家有钱以后 就迁到松江城里面住 我等会会讲住在什么地方 就跟董家就 就是隔壁邻居啊 就住在一块儿 是这么一个人 这贡献很大 后来十四不佳 一方面就是整个的政治形势 出现变化 另一方面 他们这个压力受不了 所以告脱这个梁展 这样一种责任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所以他有很多批评 很多批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晚明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状态 你看像他们家 在乡间发迹以后 有钱以后 他们就搬到城里面住了 董家当他们家也是这样的 发迹以后就搬到城里面去 当然董家当他们家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要躲避这种姚异 要躲避 他原来属于上海 当然是上海乡下的 上海乡下 他没有办法承担这种姚异的 所以要逃 要脱灭这种 就逃到松江去 把他松江城里面去 松江城里面就是华庭县 所以后来他叫华庭董事 从此不叫上海董事 叫华庭董事 这样子 他们家就是这样 从乡下搬到城里 那么一旦这样的话 乡下住 我们就被掏空了 这样一种实力被掏空 那大部分的姚异 要由乡下的老百姓来承担 也来承担 那这个是出现很多问题 就是乡村里面的实力阶层 就被稀释掉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前面讲了 就是这样一些家 家种或者说家庭 因为是官化家庭 他们有优敏权 他们可以拖免很多姚异 那这样的话老百姓受不了 所以晚明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运动 叫军铁军运动 因为这些一些打官贵的 他们占据的良田太多 又拖免很多姚异 那老百姓的压力太大 这会引起民间的愤怒呢 民间对这些阶层是充满定义的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一旦革命来了 老百姓就要造反 对吧 跑到这个修财娘子 叫到零四床 这个雕八床上去 果一公也是好的 这个是革命能够推动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晚明他们 整个国家和地方社会 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要改革 要均田均义 田要均 姚异要均 那就也就是说 这些阶层要充来承担责任 当然很多士绅是有工薪的 他们愿意承担责任 这是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好 那松江城里面呢 就是因为这样 你看当事人的描述 不是官家自比 就是商骨扎居 是一个非常 颈臭 那城很小 松江城原来很小 很颈臭 然后呢 又很繁华的地方 就是达官贵任聚居的地方 就是事务成列 没有一块空隙地 现在跟上海城一样 就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整个的环境 就整个的我们叫地理形势 非常重要 京江戴海 当然很重要 是东南的重点 对整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那后面这个话叫旗杆丑密 旗杆是一个标志 谁家树旗杆了 谁家就考东京师 就树一根旗杆 所以有些 打官贵任的那些旧居 古居的话 如果你看到有那种旗杆石 那是真的 原来他们家就有 资格树旗杆 你秀才没有资格树旗杆 要达到很高的公民才有 旗杆仇明的话 你像这个松江城里面 有多少高公民的那些 身份的人 是吧 牌坊 那就是学士牌坊 进士牌坊 状元牌坊 牌坊满路 一路看过去就像 就像那种蓬铺羊 一蓬一蓬 这样过去的话 就感觉非常之厉害 这么一个城里面 就聚聚了这么多 打官贵人 聚聚多 那么多有钱人 这个城市非常之了不起的 不过这个话 是很多话 是后来人回忆的 因为民情交替 清兵打过来 整个城被烧了很多 所以这些情形 一般是看不到 那这样一种阶层 是很重要的 不仅是整个社会的重心 也是地方政治的核心 那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这样一个阶层 处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里面 那当然表现是很复杂 一方面 当然他们很威风 这个是正宗的上海人 生活在崇祯年间到康熙年间 他说一旦考中科技 就一登科甲 科甲 多数来讲 这个科甲 一般是考中进士的 那就威风了 那就厉害了 地位很高 品望很重 那一般人不敢侵犯他们 是这样子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 这样的人应该自重 不能娱乐相依 对吧 你地位很高 声望很重 那应该成为我们的领袖 对吧 应该有社会责任 这是董涵这个人非常聪明 也是很厉害的 他是董其昌的从真孙 不斯底系的 叫庞系的从真孙 因为到了明清交替 这一段时间过了以后 董家开始衰落了 开始衰落 整个大家族开始衰落 当事人认为 整个社会认为 董家复兴的希望 就是董涵和董渝 他弟弟叫董渝 两兄弟 两兄弟极其聪明 大家就觉得董家复兴 就考着两人了 确实不负众望 董涵是甚至18年 考中军事 大家认为 他一定能够考中第一家 第一家就是状元 保养潭花 但是他后来落到 第二家 第二家也不错 考第二名 也就是说 全国排名排下来 他就考全国第五名 那是很厉害的 那大家就觉得 这个复兴没有光 是这样的吗 不过很不幸 很快奏销案爆发 他这个公民被割掉 这样子 他有这样一种感觉 世代夫居相 贵乎自重 是这样的 他是这个 高门广帝出身的人 他有这样一种 道德自觉 是这样子 感觉到 好 然后刘忠忠 是晚民的那种文化 理学 或者精神领袖 他就讲江南这个地方 就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这样一间 这样一个群体 把持的 没有一个时间 没有 生经 笑脸 主徒 就是这样一个阶层 把持着地方 社会 控制着整个 政治的运作 这样一个阶层 是特别重要 特别在江南地 因为这个人群太庞大 当然也 因为这样存在很多问题 肯定有很多舞弊 肯定有这种不良的行径 所以何亮郡就有批评 他说风俗异坏 风俗就是四分 风气开始坏 外里面就存在这样的因素 重要 就是很多腐败行为 这是一种比较大 那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有这样一些人 你看何亮郡就感觉 自己做得比较好 董锡上家族 早先的那几个祖先 做的是比较好 还有到了明末 就是像这样的夏允夷 夏允夷可能大家有些陌生 但他儿子非常有名 就是夏丸春 神童 十七岁抗亲而死 就要到南京被杀掉了 夏允夷这个早期是 很有名的一个文人 他是跟陈志龙 这个齐敏人 当时人说 叫云间丞相 云间丞相 生命很大 生命很大 都是重生实验的近视 地位很高 他就是地方领袖 在初向城里面 那就是头面人物 跟他在一起的都是这样的人 好朋友才能在一起 都是这样的人 非常厉害 然后搞结社 是文坛领袖 然后他对当事人 造成的这样一种印象 就是有俯视这个地方的豪气 他就是俯视地方了 但是他也有很强的责任感 这个人这样 然后跟他这样的人 差不多这个人就姓许 叫许霞成 许氏 许氏到清代康熙天津 他们许家还是出境式的 所以许家衰落得比较慢 但夏家很快就没了 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 夏丸春 夏丸春康青 留下一个义父子 义父子剩下就死了 所以他们夏家就绝重了 就绝重了 是这样子 所以在地方上 没有人敢得罪他们的 当然也没必要得罪他们 我这个得罪是 辅 周 姓 官 那些官不敢得罪他们 基本上是他们说了算 因为这些官是外地人来做的 你要在这个地方做好官的话 一定不能得罪这样的群体 一定要跟这些人搞好关系 否则你的行政搞不好 这样子 差不多你看到这个 他们他是1645年 清兵下江南 要下江南的时候 他就是决定死 这样的人 死的这种方式 也是大家要仿效的 就是充满了终结之气 但很多人是比较无奈的 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附近的家定 家定以前原来不属于上海的 原来是属于苏作的 后来清代属于太昌州 太昌州下面有几个境 后来就各到我们上海来了 那么现在算上海 家定山土里面 那个两个领袖 一个黄醇药 一个侯栋针 这两个人 当然是地方领袖 侯栋针本来不准备抗庆 他在乡下养病 就在今天我们这个 虹桥机场旁边 有个朱蒂镇 是吧 朱蒂镇那个地方 他就带在那里养病 是被黄醇药请出来了 上千人请他 因为他是领袖 领导我们抗庆 就发到他 他觉得 既然你请我 我有责任带领大家抗庆 是这样子 黄醇药本来也不准备抗庆 六十年听到北京 北京城陷落了 他就说 我也不准备出来做什么事了 我就引起乡下 抗庆可能也没什么用 大概我在乡间 也可以称称 人家是我前朝的老近似吧 衣服穿的跟前朝差不多 我还没 过这种日子应该没问题 他没想到最后会闭上梁山 出来抗庆的 是不是 是这样一种表达 那是清兵下江南以后 夏允一世这样 清兵下来之后 还没有达到松江城 大概七月份 松江城陵陷 他躲在松江城的乡下 叫荡湾 荡湾 今天那个松江城下面 有个叫荡湾 荡湾这个地方 是他一个别墅 有个草广村吧 那个地方 他就自杀 他是自杀 也就是说 他们这种表达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清这个土地还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 时候 我死是忠于这个国家 假如这个地方已经沦陷了 就像夏侯洞尊 黄中阳 这个地方已经沦陷了 我们再起来抗 是另外一种 忠孝的表达 他是这样 我这个地方还没有被电 我喝的水 吃的你 还是我这个国家 是这样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准备自杀 清妙过来 我就自杀 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 就是浮在水里 把自己蒙死 那我们想 这个江南人水性度很好 这样死法很痛苦 死的时候背上的衣服还是干 因为死之前告诉自己的家里人 你们不要救我 我死的 你再救我 我还是要死 那我死第二次很痛苦 你们就是不笑 千万不要救我 像这样的死法 也是很伟大 是吧 很伟大 好 那这个是我讲的这种随死法 随死法为什么呢 就是当事人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就是表 这种忠孝极烈的那种表达 很多人为什么投水而死 他们讨论过 那两兄弟在船上 跟那个表弟杨伟斗讨论 他说随死的方法 比这种 个脖子啊 上吊啊 什么要好 差不苦 且清净 这是当时的话 记下来的 那大家就觉得 那就这样死了 没什么好讨论了 但是有的人都是绝死而死 就不吃饭 有的人死得比较慢 七天才死 中间喝两口坐 差不多该死了 就不吃了 就这样子 这样的情形蛮多的 陈子龙是被捕了 他抗秦 到1647年5月份 他抗秦被捕 被捕 他最后大概到我们云建第一桥 中央老城西免对吧 云建第一桥那个地方 趁人不注意 跳水而死 最后还是把他捞起来 当然已经死了 这也是谁死的 这些人 到了晚明 这些人 他们对生活的一种 就是对国家的尘埃的一种表达 都是这样一种认识 他们都是一致的 好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们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 是引领了整个社会的 整个趋势 我们把它叫做欲望的形容 当然这种欲望 可能这个词 现在看来有点不大好 但过去的话 可能也不见得不好 因为很多人生的欲望 可能当时是觉得很重要 可能引领了这个地方的风尚 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活 因为他们拥有巨量的资本 包括经济的 政治的和文化 所以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老百姓看你做 他也会仿效他 你穿什么衣服 他也会跟着学 你房子怎么造 他也会跟着做 对吧 就是做得稍微差一点而已 所以这些四家大人的地方上 是具有引领性的 引领性 董家就是这样子 那尽管这样 这些家族还是绵延不断 就是说能够维持下来 那很多家就是 这个子孙就是很糟糕 这个很多就是一代而亡 然后惨一点就三代而亡 就富不过三代嘛 对吧 一般来说 这个父亲是近世 儿子一定是近世 就未必 大概是这样 那很多人能够维持得很好 就是何良君讲的这个话 要自孝替忠信 从小就教育他们 要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呢 要重视读书 不要令读书种子断绝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家庭出生很好 读书这个东西就放松了 因为有恩义 因为你有钱 你有地位 可以搞关系 所以读书是很放松的 所以如果不好读书 这个东西就完了 这个文化的命脉 就延续不下去 也不下去 所以能够延续得好的话 这种家族文化叫支教 也要知学 这个要求做得好 这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日常生活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因为有地位 有钱 有文化 有影响力 所以就是像谢兆哲讲的这样 这个所谓房子要住得好 老婆要多 当然要长得漂亮 吃要吃得好 穿要穿得好 是吧 还有会交际 交际就是社交场合 你要通宵 就是社交场合 通宵歌舞之场 这个当然有点 好像有点 最生命死的味道 伴奏传递之上 这话讲得很直白 大家都能看得懂 基本上都是物质和感官上的享受 无论是玩那种书画的 无论是你这种 我们是玩诗酒唱歌的 都存在这种物质和感官上享受的 这种意味 这方面都是他们所追求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城市 因为大家觉得在乡村里面 你这个能够呈现 或者说能够表达你人生意义 或者叫生命意义的这种状态 还是有限 如果能够出去的话 还是要找城市这样一种地方 县城 府城 这个话跟今天是一样的 是吧 北上网不行 我到内陆城市去 内陆城市我叫小城市 实在不行 只会在想小 那就这样 柳鸭子的叔叔 柳鸭子 柳鸭子生活就是离我们这儿不远 就是吴江卢区 卢区 有朋友应该知道 乡下一个小城没有被开放 他叔叔经也就到过上海 然后就告诉这个哲 他说要出去混 混得好了 那一定要到上海去 所以小城就吸引不了 这种青年少年的心灵 就吸引不了 一定是想往上海 我讲的是长山脚 那过去的话 也是这样 从乡去到城去的话 这样一种意义在哪里 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社交 扩大你的社会 并不说住在城市里面 你很舒服 有自来水 有电灯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的 还不是跟乡下一样 喝河里的水 没什么区别的 它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交 扩大你的社会网 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 还是血缘的 血缘就是阴亲关系 这样一种城市 很多是具有全国性舞台的意味 就是你一旦登陆这种城市生活的核心圈的话 也就一直意味 你登陆了全国性的这样一种耀眼的舞台 大家都会知道你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得到呈现 所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这样一种作为就是以交成名 大家如果去看那个董奇舱的一个展 里面有一张图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做出了一张图 里面描述了董奇舱 他的生活圈 就生活空间布了很多点 早期在乡下的比方董家会 董家会不一定是董奇舱的那个地方 到业界到华庭 然后到全国各地城市 这是他布的一个社交网的一个空间的点 这一点很重要 假如在董奇舱往前面一点点 对江南人来说 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舞台就在南京 南京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苏州人也好 宋江人也好 家乡人也好 他们觉得如果要越入 很快越入到全国性的这样一种舞台 去南京 和林安军那个时代就直接去南京 因为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名气 没有名气 最后当然他做了汉林院的一个孔木 就是一个科技干部 其实也没什么很高的公屋 就是这样子 但是他觉得到南京去很重要 你看这样一个南京城 当然以前当然无论是政客 还是文人 还是普通的部衣 还是青年女性 很多都租秦若女子了 都喜欢在南京 南京就有什么情怀 法院你看杰鲁女子都在那里了 对吧 你看我们看这个小说里面讲这个话 是假托 这个是田路年间出来的 杰鲁女子有个出来 但他假托会明朝 假托是明朝的事情 当然不一定对 但他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 他讲到杜兆经 这个人品 就道德文章 当今第一人 当然是小说 是讲讲的吧 这是家里的老幼人 快死的时候 一直照顾他 最后要劝告他 你以后怎么发展 对吧 你生的各小儿子游戏不同 生的各小儿子游戏不同 你要好好教育 道德文章 当然很重要 对吧 你生的历生资本 但是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发达不起来 你一定要去哪里 南京 他讲这个 南京是个大帮 你的财情到那里去 或者海域这个知己 一旦遇这个知己 你就会进入到 他的那个网络里面去 对吧 做出些事业来 这句话很重要 就说南京是个大帮 你要做成这个大的事业 你才会有机会 才会有机会 所以这个城市生活 不仅仅是生活 它还有这样的目的 和愿望在里面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 当时的南京 就是说在和良军时代 他还没发起 当时南京的领袖 这个人叫顾灵 顾灵大家肯定还陌生 这个人在湖北 做过巡抚 他做巡抚的时候 碰到一个大才子 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少年才子 他很快16岁就能考中 举人进士 这样一种感觉 顾灵说 这一刻让他落榜 就是他明明能考上的 就不录取他 然后他跟出发官说 这些人 像张居正这样的人 非常有才 但是人生不能这样太顺利 要给他一些挫折 这样对他将来的发展 有好处的 这是正史里面讲的话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张居正后来 做到伟大领袖以后 觉得他很感恩 说你讲的话是对的 我应该受些挫折 是这样子 顾灵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南京地方 上元县 当时号称金陵三郡之一 那是领袖 所以顾灵的家 有个私家画面叫西远 西远是当时南京城里面 一些文人 交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你到南京城里面去 如果能够到西远里面去的话 你大概就成功了 然后你看家境十年的时候 和梁军两兄弟 跑到南京去科考 然后拜访这位一位大领袖的顾灵 然后在那里碰到了一位知己 就刚才讲知己 这个知己就是王虫 王虫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去那个博物馆看 王虫的字 非常有名 王虫 然后王虫当时已经是成名了 成名人物 对他几口称赞 也就是说前辈的人 如果对你欣赏的话 把你引到这个社会网 就社交圈里面去 进行提醒 就推你 把你推 你就顺分顺水 大概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他一辈子就对王虫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他王虫这个活得也不长 比较短命 何梁军的感觉 在他那个时候 到南京去 这样子 城市生活很重要 你看他们的交友圈 就是一些当时顶尖的人物 你看何梁军 交友圈 你看有顾林 有王虫 王虫呢 又是这个 唐木户的女婿吧 是吧 又搭上唐木户 唐木户又是跟文正名 然后再前辈就沈州 这些人都是交友圈 然后这份信是一个 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人的 一个文集里面我抠出来 这个人叫袁 袁仁 袁仁的儿子非常有名 叫袁华 就是辽凡先生 非常有名 袁仁的老师是王阳明 袁仁的好朋友 就是沈州 文正名 王虫 何梁军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 他没有任何功 他就是个不一 但他那个所谓的交友圈 是当时精英生活世界 顶级的交友圈 就这些人 顶级的 你看九号 何元朗就是何良郡 文正正宗就为 黄勉之旧黄显珍 然后跟王女级就是王虫 一起喝酒 喝酒完了以后 文人雅士就是做诗 明朝人做诗 有一个特点就是唐诗 清朝人一个特点 就喜欢送来的诗 这是文人圈里面玩的 他们怎么玩呢 就是我搞一首 两个杜甫的诗 杜甫这一首诗 这句话拿出来 每个人取一个字 每一个字就是一个运 然后每个人人 我取哪个运 就哪个字运 然后这是玩唐诗 他们这么玩的 他们这么玩的 他得了一个秋字 那就秋字这样来 这是他们的交友圈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一旦进入这样的一种教育圈 你就可能就成为全国性的这样一种人物 你看原人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文正明那里去学书法 学书法 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非常厉害 这是互相吹捧 我们也不必看 都是互相吹捧 一个是清静绝伦 一个是高人异性 大家看下来都是顶尖人物 也没有必要再吹捧 当时顶尖人物 大概普通的文人时代 大概都像极尽这样的 世人交往圈 这是很重要 他们带来很多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很多当然是生活里面本来就有的 我这个例子是举字谱很有名的小车子叫云间巨木操 你要了解晚明松江地方日常生活的变化 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变化 包括社会 给社会的变动的话 这种小车子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告诉你 方方面面 就整个孙江的决定 就是差不多万里时候出来一个本 这个人叫范脸 他讲了一些琐事 讲到我们孙江的日常生活 这些日常生活大概每个人都会碰到 做服装怎么样 早期他小时候 这些服装的样式是没有的 但他成年以后他发现 这些东西开始变了 然后呢 龙庆万里的时候 比方说流行串道跑 原来的道跑的那个布料 我们叫布料 无论是丑布的 还是棉布料 原来是什么花纹的 到了万里以后就变成什么样的花纹 这种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 它在这个小车子里面都有记录 这都很重要 读书人 读书人应该遵守 就是说因为整个社会和生活分界的变化 它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你出去以后 穿的衣服 用的东西 格格不入 大概不符合这个 这个生活 或者说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这个也不是太好 所以它一定会受影响 所以读书人本来应该 讲秀才 应该是青布长衫 这种料子很差 马路上一看 你就是个穷酸秀才 对吧 看就清楚 举伦老爷就可以穿手布了 那近视更不得了 所以马路上一看 谁是谁 清清楚楚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怎样的人 一清二楚 然后当老晚你 坏 这套理智就崩溃了 没有人去遵循这套东西 那就乱套了 乱套了 所以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那 这个话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没钱 我很穷 柬埔的生活 当然他一直是遵循的 但是年来 就这几年来 我也没有办法 我没钱我要追求 对吧 穷人家也要追求 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说习俗义人 贤则不免 整个社会分析 已经这样变了 像我这样的贤则 连免 也不能免俗 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变化 这也是欲望的一种 就是被欲望巡抚的一种意思 那有钱人家追求的东西 当然更好 比方说戏木家居 戏木家居 原来可能不大有的 很少 然后从隆清万里 就到晚明的时候 大量的被引进 大量的被生产制作 因为整个社会的需求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因为无论什么人 只要有点钱 他都可以做到 努力就是奴仆 奴仆这个应该很贱吧 他也可以用 衙门里面那些小的虚立 也是被看不起的 对吧 小公务员 整天点到他要的 他也用了 不是说你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家庭才能用 我都能用 对吧 都能用 这个就感觉普及化很高 然后一定要 这个所谓 挥州级的那些工匠 就挥人 安徽的 贵州 贵州的那些工匠做的 大家都追求 这才是商品 就像竹客 一定是家庭 别的地方竹客 肯定是不行的 就这意思 极其贵巧 工费万千 那有点钱 他就消耗掉 有点钱就这样消耗掉了 然后大家就感到 风俗 就不够成厚了 存仆之身 就你看不到了 就这意思 这是一种批评 但是背后 你也说明 整个社会的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好不好 当然当时有人讨论 有这样的人 这个人我看一下 他说 意思大概就归纳 就说奢侈是好的 奢侈可以促进生产 可以刺激消费 对吧 我们现在追求时尚 不就刺激消费了 增加GDP了吗 这个什么不好 对不对 当时人就这样 这样这个人是谁啊 很有名的 释迦大祖陆基 陆基是怎样的 普通陆家嘴 就是他们家的 陆生 陆基 就是他们家的 陆生是跟严宋 同一科考中精士的 然后跟他同一科考中 还有顾顶尘 这些人多厉害 是红字十八年 这一科的精士 他们家就是陆家嘴 他们家就是 有这样一种 现代性意识 他觉得这是好的 陆基就这样讲 他说 有什么不好 天下的情事就是这样 财富重地 当然在我们江南 在吴越 吴越在奢侈 或者说这方面表现最好的地方 在苏 苏 就是在苏周围中心 越苏最厉害 当然是核心地方 在杭州 那那苏跟松江在一块的 苏杭之明 有什么 不耕寸土 而口识高了 怎么意思 你就不干农活了 就是农活是本业 对吧 你不干这种活 不牢牢是安安分分地干活 你的生活会有高粱这样的 就是吃得好穿得好 这样一种生活的这种水平 或者方式嘛 你能达到吗 你达不到的呀 一般人达不到的 江南人可以 我不干农活 我去做棉房业 我去犯西筹 对吧 我去成立打工 比纯粹种水稻 这个收入高得多啊 高得多 为什么不这样呢 我难道一定要种水稻吗 乡政企业很好 我就到乡政企业去打工 田没人种 没关系 我有钱 我花钱满米 有什么不可以 跟现在是一样的 现在谁还种田 没人种田吧 这样子 然后他说 这样的状态 当然是先付好后收了 你没钱 怎么能达到这种生活状态呢 你怎么可能被欲望欲付 你要有钱呢 对吧 你没钱 你才知道接近 你有钱 你肯定要追求这样种生活 这没问题的 后面吧 更有意思 更有意思 他说 因为这样 尤其成千上万的人 要过这样的生活 你不是有钱人吗 你不是达官贵人吗 要过这样的生活 那好 你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为你服务 对吧 我为你服务 那为这种服务业就出来了 一旦有这样的服务业出来的话 就老百姓 就容易找到谋生的机会 对吧 你不愿走路 我抬着你 你给我钱 对吧 给的钱 应该打DV就有了 就这意思了 就老百姓就容易为生 就这意思 另外一句话就说 你一旦要禁止 就这种生活 太过分 违背了理智 这样不好 那老百姓就没活干了 你禁止了 官方禁止了 我就没活干了 这个打DV禁止 你只有走路 那我没活干了 这个饭 这个饭谁给我吃 就没有了 就是把别人的饭给打掉了 这是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你要进去 你要看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话 很具有现代性 当生都能想到这样的话 那么看这样 整个这样的社会变化 在情绪当中 这个中央地方的大族太多 太多 这个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一般讲 这个董家 叫三岗董事 因为他们不能忘本 你尽管后来上海董事 你不说了 你说华庭董事 董家就说 我是华庭什么什么 那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忘本 你是三岗出来 你是乡下出来 你还是乡下出来 这是你的主居地 你不能忘本 这个家谱呢 上海图书馆有 现在好像 这个网上电子上都能检索 可能还可以看 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们整个家族的脉络 和整个家族的发展史 有很多字 没有办法全部呈现 当然他们的这个第一代 是从董官一开始 就官一这一字开始 看到这样的名字 你就知道 是原末名出的习惯 元代人都是喜欢 称一二三四的 大家知道吗 省万三 省万二 省万四 对吧 都是一二三四的 你有钱也是这种 很土的名字 加个万字呢 是因为你有钱 就像以前 万元户 百万 养百万 是这样叫的 所以他才加个万字 叫省万三 原来叫省三啊 人家要是没钱 肯定是一三万 有钱就是万三 对吧 其实他弟弟也很有钱啊 万四万二 万二是哥哥 都很有钱的 当然省万三啊 好像感觉特别有钱 省万大我们没有找到 可能老招死了 就万一了 就万一没有 万一没找到 所以你看 原末名出以来 你看这个人就官 你就知道 可能有官二官三了 肯定是这样子啊 这个要理解啊 后面的名字 就是明朝人家强调的 对吧 很有文化水平的名字 取下来 你看到那个第六代 第六代就非常重要 就董家特别鼎盛的是来临了 来临了 董其商这一支是妻子被 就肃心吧 因为有很多支 对吧 比方说一个郑出 郑芳太太出来的 和小切出来的 对吧 就小老婆出来的 有时候名字 他不可能去同一个被 比方说你的肃心被的 你不行 你没资格 你就水之被 就这样子的意思啊 所以虽然是兄弟 但是被可能不能取同一个 这大家理解啊 你看第六代 鹿之被 鹿之被下面 下来就是我 我刚才前面提到 那个董鱼 董鱼到孙子十八年 考进 考中进 那个T字被下来 就是董鱼的这个孙子 董其商 还是很厉害 就这样 这样两支 就特别有 其他还有很多支 很多支 这个没办法 展示 家庭里面都有 到了董其商是第八代 第八代 第八代 然后到了董鱼这一支 北京到了清代 顺治 康熙 他回到康熙年间 康熙时候 已经到了第十一代 到第十一代 也就是到顺治十八年的时候 他们家还是保持 基本繁荣 发展的这样一种态势 你也不能说 他一直繁荣 但是这种态势还保留 那当然到十一代以后 就开始衰落 基本上就没有人 能够往上攀升 就是往社会作业阶层攀升 这样一种状态 就感觉不到 家庭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他们就自己讲 到了嘉靖以后 因为嘉靖皇帝那个时代 叫李夏树 就老百姓你自己 可以明普系啊什么 就是合法的 然后他说 他们家里面 主要在哪些地方 就是 然后这里面那个人 这个人叫董一扬 董一扬就自称 我叫 紫岗 紫岗三桥 三桥是一种雅称 对吧 他说紫岗 那紫岗是三岗之一 紫岗 祖岗 沙岗 就是三岗之一 然后他们叫从哪里迁来 就是从河南迁来 就宋代的时候 宋寺南迁 对吧 金兵打过来 南宋开始 就很多人从 故从宋寺南迁到江南 然后慢慢地 然后从杭州再迁到 我们这个 嘉兴啊 松江 甚至远一点 就到昆山这边去 很多世交大陆都这么一种发展的过程 发展过程 那么他们能够住的地方 当然一开始选的地方不是城市 是乡下 乡下很多比方偏僻的地方 他们就定居下来 然后进去开发 就这样子 那史千祖就是董观音 他们可以选一个史千祖 祖和宗是两个人 史千祖 他选在南迁 住在那个地方 吴惠这个地方 今天还在 还能找到 在这个地方 吴惠岭 东沙港之上 港就是 就是相对两边的地 是要高出来的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地马环境 然后滴下去的 滴下去的就是这个城路的 就是原来在海边 然后因为另外一道 新的港上出来以后 原来是海滩的 它就成为陆地 是这样子 但是它地是要低弯 一道港 一道港 海边可以出生 第三道港 中间两道港之间 是低弯地带 原来是海滩 然后成了陆地 然后就是淡水化 原来是海水斜的 你没办法开发 淡水化以后 它就可以开发 可以定居 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呢 它在这一带 就是移居 不是说只在一个地方 比方说在资港 在无惠里 在车敦镇 今天我们车敦镇还在 然后地名还有 是董家会 就在这种地方 他们就是定居和移居 为什么不断地移居和定居 你开始要选地方 这个地方待不下去 就换个地方 这是很正常 第二个 嘉靖年间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嘉靖年间 有倭寇 他这句话 嘉靖三四五年 这句话 就是倭寇爆发 最厉害的时候 整个家族被打散 对吧 我们这个松江 苏州这一带 倭寇被 就是倭寇骚扰的是 非常严重的 很多家族 这个时候被打散 就是说 整个董家历史上 家族被打散 就这一次 明清交替就影响不大 但这一次影响 他们就讲 这个家族出现了离散 最后重新归笼 重新归笼起来 这样子 那 出现好几代 刚才已经看到了 然后到了 这个 董奇昌 他讲得很清楚 他是万里十七年 万里十七年 考中军事以后 他那个 公民拿到 然后从此不再成了上海 叫华庭 然后这个过程 他从上海乡下 这个三港这个地方 当然三港跟华庭 就交界了 然后很快就转到 华庭这边去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刚才我讲的 就是躲避姚艺 姚艺太重 他要躲避 就逃到华庭那边去 这样子 然后科考 他科考的过程 也是很艰辛 不要以为他出生大家 因为大家如果自卖很多 两个有钱的没钱的 这大家能理解 是吧 这一次没钱 那董事长 整个科考历程当中 他是经常缺钱的 很多人赞助他 大家如果去看画展 有一幅画 专门讲到里面一个人 是赞助过他科考的 他很感恩的 他在这个画面里面 然后成功以后 就开始搬到这个城里面去了 因为 那这个 后来才吸出来 这个料楼信 楼信以前没有 楼信是清代初期才设的 但是我们为了定坐标 就是这楼县县压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啊 明代没有楼县 清代孙子年间才是楼县 把华庭县一份量 一份量 好 这个何良郡就跟他们住在一个地方了 就是住在隔壁 是隔壁邻居 你看这个 他们能够住在一起的话 就说他们生活的这个 这个小区 这小区当然很大 是 就是说有钱人 有地位人的一个聚居区 穷人不跟他们住一块了 是吧 穷人怎么住进别墅去呢 不可能的 是这样子 他里面专门评价 因为 受他朋友儿子自托 给这个董怀 叫董颖俊 写了一个木志明 木志明讲得很清楚 他们家的基本情况 然后又讲了董怀 就是树心旁这一辈 替之辈 田之辈 怀之辈 就是董其昌的那个爷爷这一辈 他们这一代人 都是这个兄弟之间 就情深义重 感情非常好的这一代 然后大理工 就是他那个兄弟 叫董田 他这里没有讲到董替 董替 看董替他们家这个 家境不是太好 就是说在河南郡的事业当中 这些朋友圈里面 感觉比较好的 董华 董田 兄弟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然后我们看这个沙港 顾炎武超了很多资料 顾炎武是一个超出大家 天下俊国异病书 赵渝之 都是他超来的 偶尔写自己的话 你看他说 古岗深有三所 南面属哪里 北面什么松江 然后因为北武松江南 北面也有南面也有 那当然我们在武松 这个黄埔江 黄埔江在北面 然后北面这个山港 这个地方很重要 看一下 就这三个点 沙港 祖港 紫港 大概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三个点 我标出来的点 大概就在这里 这个是 一就是经过松江城的 这条小河道 小河道 就叫松江 我们松江就得名来 这条河就叫松江 然后旁边就是 接着这个 接近去就是黄埔江 黄埔江 黄埔江北面 就是就是有三个港的话 在看 这个信息量比较少 然后这三个点 刚才我讲的 车敦 吴惠林 然后到敏航 敏航这个地方有什么呢 有董家会 有马桥 都在这一周边 都在这个地方 就这三个地方 就是他们董家 是宜居而定居 因为这个家族太大 不是只有一个 一只 有很多只 就是在这一带生活 宜居而定居 成功以后就 搬到不远的那个 松江城里面去了 但是乡下还有宅记地 还有这种墓 就他们的墓 祖墓都在这里 死了以后要董家在这里的 当然董家上后来没有董家到这里 后来牵走 牵到苏州去了 这样子 把他这个青带的地图拿出来 就这三个港 一二三 沙港 子港 祖港 三个港 刚才讲 每一条港 这一条最先行程 就海岸线 古海岸线 原来上海都在海里面 大家知道 都在海里面 这一条先行程 然后呢 这里有沙滩 时间长了 第二条贝克地 或者类似这样的 古地岸行程 这里成为陆地 开始陆地化 淡水化 开发 第三条行程 就这样子一条一条行程 然后就这个地方叫三港 这叫港深 这样的地方 不大适合种水稻 适合种棉花 所以你看家定啊 马路啊 南乡啊 是吧 这样的地方 都是港深地带 都是种棉花为主的 过去都是这样子 就是黄埔江 跟黄埔江北民 他们这样就在这里生活 然后慢慢发展 从原末民 民初一直到 明代中期 这样一个过程 都在这里 董基尚就在这里 成长起来 他是想下来 正宗的想下来 然后这条就是港深 就是我的老师画 港深黄埔江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生活 都在这个地方 港深在这里 这个就是沟海岸线 这个东面呢 都在海里 我们现在在海里面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几个点 我还专门去做过田野 其实做田野 可能基本上找不到 近五百年间 这些人的痕迹 但是我很幸运 找到一个点 马桥大家知道 有人说 他就是马桥人 不会定的 但马桥这个点 是一个标志 就是坐标 定位定到这里 他们家肯定是 这里是莫过 但董基尚未必 就是马桥人 所以这个是 我的观点 但是董家 家族墓里面 粗朴的东西 有一个东西 被运到马桥去了 找不到 我专门要去找 最好找的 就是董家宅 这地名很多 董家会 董家宅很多 吴会里面 这个不很近 现在交通发达 然后我就坐地铁 坐到有点 百度很好 马上就出来 出来就找 这里全部是工业区 全部是工业区 大概两年前的冬天 我去走了 工业区 一个老房子没有 就是乡下 总归有一些民居 对吧 没有 全部是工业区 全部开发 然后工业区 跟工业区之间 都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我来回 走了好几遍 问人是问不到的 每一个人都是打工的人 他怎么知道董家宅 然后我最后不死心 工厂我不能随便进 对吧 人家说这个工厂安全 外外的进来 怎么能随便让你进来 对吧 不乱进 我工厂我也进不去 对吧 然后两个工厂之间 我找到一个家缝 走进去 找到哪 车蹲正 我们不看 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这是老照片 是民航区制 这个方子里面有的 现在没有了 这个是董家老宅 是董家的 但不一定是董气昌 你可以说董气昌 他们家的 可以 但不是董气昌 这样 这个就是方 牌坊 刚才讲 董家城里 这种牌坊很多 这外面 都是达宛贵 当然是掉了树牌坊 这样的 房子已经破络成这样了 这是老照片 看到就不错了 但是今天完全没有了 今天我找的地方是这样子 就两个工历区当中 我有一条小巷穿进去 有一块菜地 我想想应该有什么花头 然后我就去问 也找不到人 刚好有个七叉三轮车的老先生来了 我就问他一下 一个人都没有 我就问他 这是什么地方 我问对人了 这个人啊 他说他在这里住了五十年 他原来也不是这里人 住了五十年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小时候 五十年前 他当然是小时候了 他说小时候啊 这里有两条河 往南面啊 往东面 他说一条河 是小河 这里的小河 另外一条河 就是往往那个 我们说这个黄埔江那里去的 他说河都是通的 当然我们现在河都看不到 方向方位感 他说他小时候 这里有很多 就是土豪列生的房子 他说夏天没空调 就跑到这个房子里面去 好阴凉 对吧 大部分人家房子是很阴凉的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 他说他们家的柱子好粗 我抱不过来 那肯定是地主老财家了 才会这样 这样子 然后呢 他说他前几天 刚刚接待过一批人 这个人是给人家礼发的 他说刚刚从马桥 帮人家礼发过来 老客户嘛 老人嘛 都喜欢找老人的 对吧 比较好 他说起了三人车回来 他说跟他孙女 就是临时住在一个小窝盆里面 旁边菜地是他的 而且 他说这里经常有人来看啊 然后我说谁 他说前不久 刚刚来过两个罗马尼亚人 来找董汽舱 这样子 他说这里没有了 然后送了他们两颗菜 我说好送 这样子 他就直颠给我看 然后大概感觉一下 这个地方是董家 大概曾经那些子孙待过的地方 那种感觉我找到了 找到了 那老宅的位置 好 那他们家当然不会再住了 就是主要主体 他们家的主体 当然都到城里面去了 想想当然会有人看着祖坟啊 看着宅地地 是有的 所以有很多信息 在文献里面留下来 它里面有些什么窄啊 有些什么堂啊 城里面有 像乡下可能也会有 但城里面是最重要 痕迹最多 比方说城里面 就是我们松江城北面 有个北城门 靠近北城门有个 有个居民区 叫崇厚里 有个桥叫A家桥 这些当然都没有了 那这个地方 有他们的宅地地 叫昂铺堂 这个名字昂 不叫茂 叫昂铺堂 这董汽上写的 当然我们也看不到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董汉 就是他的崇祯孙 说有光复他 为什么光复呢 因为董家衰落以后 明星交集 他们有这样一种意思 所以子子孙孙 有这样一种期望 能够再现以往的荣光 可能也做不到 那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清初的时候 他他董汉的好朋友 高不见钱 他说光复堂 与董汉话就是 里面这样的话 谁能结果后 自有先能 这光复堂原来可能有 但是他们重建的意思 就是在重建 祖上的荣光 把所有的希望都落在了 董汉 董于兄弟身上 这样的一个意思 在里面 我们把地图里面有 现在是没有了 那爱家乔 爱家乔一动 从后里 从后里这个位置 不是统计上的主要的聚聚地 是董于 董汉兄弟 他们主上聚聚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有何良郡 有唐文贤 有省权 他们那些 这些豪门贵族聚聚的地方 那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 这是北城门 叫通波门 很清楚 那董池昌主要的聚聚空间 一开始就是坐华庵这个地方 那当晚后来就变得很多 那现在我们这个搞出来 还有别墅 对吧 还别墅 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在南禅寺和荣青桥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一个城隍庙 城隍庙建的原因 就是有一部分用了总家的宅基地 宋江的府衙 有宋江 宋江的那个府的那个办公点 华庭 那是明代就有的 楼县 清代顺之年间设出来了 后来又是 又从楼县华庭 各出一个叫金山县 但是后来 还要晚 这是原来两个县 那衙门都在城里面 那么 董汉董于他们 主上主要在这里 刚才讲的什么光复堂 阿铺堂都在这里 董汉上的主要的空间在这里 空间 当然它里面有很多痕迹 我们这个没办法管 城隍庙的椅子今天还在 这叫府城隍 在今天的方塔公园 宋江那个方塔 方塔公园里面 有府城隍庙的椅子 好 那到了董池上的这个时代 那当然整个董家的声望 因为文化上这样有地位 所以生命特殊 他提起什么华庭董事 那当然董池上当然是代表 当然在董池上是代表 他不是唯一的 董家这样的人很多 董家乡很多很多 然后他写的东西都是 现在大家知道骗与自治都很自欺 是吧 这是大家 这是他的画像 尽管在明末的时候 有所谓叫明朝董幻世界 主要是他那个不孝子干的事情 所以那个不孝子 你去看他的家谱 那个不孝子家谱里面是没有的 没有的 给他搞了很多污名 喜欢女人很正常 哪个人不喜欢 张军真女人喜欢多了 然后呢 你看崇宗九年他死 他死的时候是1636年 死的时候你看皇帝 浅官藏寄 就是极高的荣誉 皇帝派人来 极高的荣誉 现在有几个人做到 皇帝什么浅官来寄 这么一个 然后有一个儿子 给你这样一个荣誉 就是个恩赢 就可以一直恩赢下去 这个我们找到了 他的那个孙子 叫董建宗 一直一直恩下去的 因为到他那个孙子 入国之间读书 国之间有两个 南京有国之间 明朝里面早期在南京 后来北京也国之间 就是南京和北京 他就可以到那个高等学府里面 拿到这种荣誉学位 就国之间健身 就是恩赢 这个是他带来的 尽管他死了 还可以恩赢 这是朋友圈 在他生活时 在他经营朋友圈 这个网上有 网上有 这样几个人 像缘编 这是向圣默他们搞的 他要画这个无脑 这个无脑 这个当然董基上 红衣服嘛 他是核心人物 陈济如 那是顶尖的文人 对吧 明末的时候 他跟陈子龙都是好朋友 然后这个是和尚 再来 李日华 向圆编 李日华 陈济如 辈分比他们高一点 就和量军堂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董基上 这个就是特不老 就顶尖的前权 是一流的 李日华是夹心人 夏元变也是夹心人 夏元变是他们 在整个书画收藏和鉴定中心 就说在文贞民这些人 文家 文贞民这些人 衰落之后 本来在苏州嘛 收藏跟那个鉴定 整个中国的中心 那当然因为在文家 文家衰落了 这个中心就转移到 嘉兴的相家 相家 所以最顶尖 相家后来也衰落 像他们是他的身子 李日华 他们都有殷勤关系的 什么詹锦 都有殷勤关系 是当时第一流的书画 鉴赏大家 这是核心的 大家的书 这是无脑 对吧 好 这动画 看 那城里面有 我几年前去还看到 后来我又去找 找不到了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这个董基昌的上书法 他做到最体面的管 就是礼部上书 礼乎礼宾行公六部 他做到礼部上书 上书法 就称一根石柱 就这一根 就这一根 就是整个松江城里面 往西蒙 往西蒙去 就步行街 一直往西面走 那种泼泼烂烂的地方 快到那个交大的那个医院 交大附属医院 交大附属医院很重要 是徐阶的宅地 徐阶 徐阶宅地 徐阶宅地什么都没有了 上书法 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呢 也是另外一个痕迹 就是辅尘化 方塔公园里面的辅尘化 这个跟董家也有关系 关系 那这是一个地基了 什么都没有 好 这是他的核心区 他这个词 词现在也没有了吧 老照片是有的 懂文明词 词是这样子 都没有 很可惜 城市建设太凶猛了 历史对他们破坏很厉害 现在想想来不及了 对吧 这是他的博物馆有展览 这是他的痕迹图 留下的痕迹 有他的宅地 有他的别墅 有他生活过的地方 核心区就在东南角这一块 就这一块 刚才讲的 这一块 然后一直往西门区 这个上书房 上书房 刚才我讲上书房 在这边 徐阶的固具就在旁边 什么墨江 刚才有关系 中轴县 好 这是冬季上的痕迹 好 这个 这个往西门出去 有个很重要的桥 叫太昌桥 这家河叫叫松江 往西门 这是往西门来 这个是整个草运 一个重要的中转树梦 我刚刚讲了 白梁 其他的那种草梁 中转树梦 就在这个地方 那些弄坛 街巷 命名 都跟这个草运 是有关系的 仓街 什么都是有关系 再往 这是西门 再往西面来 出城门 那就是云间第一桥 云间第一桥 就是明末见诸 抗清很重要的一个地表 陈志龙这些人 就被抓到这个地方 就是跳水自杀的 当时也叫跨唐桥 也叫云间第一桥 这是太昌桥 太昌桥 非常好 这是西门 这是保留了 一点 好像这个传统的风貌 很破烂 可能也要悲惨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回过来 到了这个时候 要进入明清交替了 那样的时代 很快 这个 崇禅九年 你看 董事长死了 他没过几年 江南就沦陷 秦明南家就沦陷 是另外一种文化图景 好 那个时候 还有一些 杰出的分子 精英分子 你看 这个时候 就到了这一带来 就李文 陈子龙 算这么叫云间三子 三大 激出人物 李文跟陈子龙 都死得比较早 宋家很厉害 宋家宰清 但还是很厉害 宋真碧 宋真瑜 非常厉害 我的比较长 然后 这三人并称 那这个当中 这个人是抗情 李文呢 是大概是没办法 是想顺了 所以他就最后说 他没有能够做到 像陈子龙那样 能够守节 因为他想说呢 他说就像女人 不能守节一样 他感到很羞愧 最后大概就这样 一月儿就死了 又生病 大概就陈子龙死了不久 他也死了 活得比较好的 就宋真瑜 就这样子 还有其他人呢 也有抗情 也有详情 就略这样比较复杂 我们也不让开 到了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比较复杂 非常 我们看 这个人 董家的人 这叫董汉 当事人就觉得 董家 到这样一种局面 就是说 还是需要有人出来 振兴 那么振兴的希望 就是这个人 就是董汉 董汉这个人 非常之厉害的原因 就在于 他的那个 那个文学上 非常之有才华 就是 我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说 文学上有才华 往往会影响 科举考试的 你去看看 古人写的 那个家教里面 就家庭教育里面 一定有这句话 就是说玩那种 古文词啊 写一些诗歌散文啊 你是玩不得的 你一旦沉浸下去 就是喜好这套东西的话 会影响你的正业 正业就是举业 举业就是学习发布文 这套东西会受到影响 你去看那些家教 那些是尽量少碰 如果要碰的话 你成功以后 你就说你考上大学以后 你再去玩也不吃 但很多人是忍不住的 这个人呢能忍 但是他很有才华 文学上非常有才华 很多人都很欣赏他 顾炎吾的 这个三个外甥 都对他很欣赏啊 许前学啊 许愿文 这些人 当时顶尖人 都对他很欣赏 都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 这么一个人 祖父 父亲 然后到了他 到了十一代 刚刚讲 刚刚讲 这样子 他父亲是不行的 祖父呢 比较厉害 东宇 东宇成很厉害 到了他这个时候 怎么办 家族开始衰落了 民情交替 这个请兵打下来 整个情境过往不一样 晚一个是生死人为 这个时候 不一样 第一 他身体不好 出生在天气四年 身体很差 但是好读书 这读书很重要 不能找借口 我身体上少读一点 不行 这绝对不行 这些人小时候读书 经常要被打的 你再聪明也不行 要被打 一旦打 背书 就是说 五六岁的时候 你要背四十五斤 这个叫背 然后大概十五岁左右 会要会讲 小孩子就是要使经背 你没办法理解 你告诉他 什么子约 什么王约 怎么样 没有呢 他不能理解这些意思 你告诉他也没有 你只能让他把原文背出来 这是古人的教学法 到十五岁左右 就十五六岁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这些话的遗憾 就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背后的意义 然后从古到尽 所有古人对这句话的理解 到十五六岁的时候 他才能理解 这叫背和讲 所以你背不出来 要背他 张继郑就很厉害 张继郑就是会装 你看他 他父亲 他叔叔在读 那个孟子的时候 王约怎么样 他马上就记住了 他都完全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所以客人来的时候 让小孩 小孩最近看什么书 王约什么 客人很惊讶 这就是神通 这就是神通 就是这样 你懂的意思吗 他能背 但他不能理解 但你背不出来 要背打 打出去为止 就这样很厉害 我看到 我查过很多家 和那些人的日记和年谱 很多人就是被这样打出来的 最后当然成为这个杰出人才 真是还是要打的 还是要打的 十五岁 你看他厉害吧 十五岁 你看 已经考中了这个 就是 补的话 也就是说 不是可能很正牌 但是呢 这个是要 通过 也是要通过考试 就是 然后说 有很多原因 然后说 母亲死了 父亲死了 或者有其他原因 总结缺考 缺考呢 你有机会去补 补 类似这样的 也可以补 但是你拿到了这个资格 也就是秀才资格 十五岁 十五岁拿到晚不晚呢 如果跟当时的那些神通比 他很晚 很多神通 十五岁 十六岁 晚一点 十七岁 都拿到 近死了 对吧 但是呢 跟很多人比 比方说 跟龟游光比 跟普松林比 十五岁拿到 那是神通 那绝对神通 是吧 普松林考到快七十岁 贵游光考到六十岁 像这样子 然后 顺治三年 恢复 恢复高考 齐秉南下 是顺治二年 是一六四五年 当时觉得 费科考已经费了 但是 当时朝廷还是认为 要恢复 恢复科考 跟明朝一样 考试的格式 就文章格式 还是发过文 那个时候是顺治三年 顺治三年 这一考 这一科 是清朝人讲 这一科 德就是能够 招纳的人才 是最多的 因为这一科以后 假如说你是 你是举人 你是秀才 那么你一定是在 顺治六年 或者说顺治九年 考证竞数 考证竞数 很多人就在这一科出来 这跟文革一样 七八年以后 德人才最多 这一科也是 顺治三年 德人才最多 是这样子 这样一种感觉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是这样的 他去参加 参加 中间有些挫折 去南京考 甚至是一年去南京 这个时候去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年 年底很大 去南京考什么 考举人 你看从 十五岁考 考到十九岁 是吧 这个考了差不多 十几年 快三十岁了 考个举人 也很难 但三十岁拿到举人 不错 犯金多少 这里才中许 对不对 不错 再过五年 他考中 再过五年 他考中什么呢 他又拿到了 那个资格 这里是一些 科考的常识 你看 他顺之十一年 考中举人 但考中举人 不一定有资格 去参加近四考 因为每一个省有名额 就是说从第一名开始 讲说取一百名 但是今年的举人考中 有一百五十名 也就是说后五十名 你是没资格参加全国会识的 没资格 就前面有多少名 有资格参加举人 举人进市考试 是这样子 然后参加会识考试 如果你成功了 成功了 然后他这个叫会识举人 会识就是考中的会识举人 但是这个举人里面 有多少人有资格去参加电视 电视出来你才有近四资格 所以你会识参加过以后 你不一定能够取得那个资格 是这样的 他有比例 名为比例 一般考中举人的话 三年一考 也就一百人到一百多人 这样的比例 所以很难很难 整个全国只有这么多人 十六年 十一年 这一科如果他考中举人 也就是说当年冬天到春天 这个时候 他一定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同考 你看他 就是春天考叫春卫 他没成功 十六年也没成功 然后一直要到十八年 十八年他考上 就是二加地 也就是说全国第五名 太厉害了 假如这一科 只有一百什么二十名左右 他就全国第五名 但是他当时觉得有点难过 因为他自己感觉和别人的感觉 都觉得他能够进第一甲 也就第一甲就前三名 最后想想算 对吧 这个地位还是高了 这个全国第五名也不差 但是差在哪里 他感觉不好 因为第一甲 他可以直接做官 第一甲出来 你就做官了 但是第二甲 第三甲 你要实习 要见习 利福礼宾行供六个步 你去实习 或者去大理寺 实习 那个叫见习 见习期也班要三年 然后他就马上要见习 见习期间 公民被拿掉了 这些案保 像他们家的大家族 肯定是拖欠扶税 所有的家族 都是拖欠扶税 老百姓也拖 这个符号列生也拖 所以奏销案的原因 就是你是当官的 你是有公民的 你脱销因为钱 公民全部拿掉 这个清朝人是很厉害 这对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打击 太厉害了 影响特别大 然后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到这个 他小时候 他们家的一种状态 很多人感觉 他们家还是不错 还有人能够振兴这个家族 这样一种感觉 最近我们展开 他们两兄弟 名气特别大 浩雪也有文明了 与海奈名流有很多交往 这很正常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旺主 大家族 大家族 名流交往也很正常 你看很多人对他们评价特别高 非常高 这个吴梅春啊 沈德前啊 等等这样的人 评价特别高 董家这个家族在整个中国 是非常显眼的一个家族 很耀眼 他们家有什么 我们大家还是会注意 会注意的 然后他们家就不行了 周家安以后 就是跟这个上海人 一门主讲的一样 他是 他也活到抗议年间 他说尚未有答案 就没有人出来能够振兴董家 他时候就埋在祖墓 这个祖墓是明代 晚明的时候 董家把它固定起来 固定在就是三港这个地方 一个叫阳京 一个叫朱岗西 一个叫沙岗西 上个地方 是董家人 这是一个祖墓的一个 固定的一个空间 就在这里 这些现在好像很难找到 都会毁掉了 但是董还留下一个东西 他有个笔记叫三港司律 三港司律里面 有一半的内容 对这个秦王朝 是表达好感的 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点点希望 希望这个秦朝能够注意到他 然后有差不多一半的内容 是在借骨粉经 他在讲鬼怪故事 说一个社会会出现那么多鬼怪 妖怪 说明这个社会有问题 他在讲这个 然后在批评这个地方政治的黑暗 他讲了很多 两万块都有 所以这个文本 当时有一些人就 嫉妒这个董寒 董寒的人 就大小高高 这衙门小高 然后这个董寒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不过还好 文字语对他的影响不太大 所以他这个东西只能作为超本流传 超本 所以现在比较好的本质 大概有三种超本留下来 这里面有很多关于董家的内容 非常之有意思 在这个参考 他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明朝 这个王朝 灭亡 加深1644 也有1645 这个就是海内顶沸 这个国家要崩溃了 明朝崩溃了 新王朝来了 这个时候他还没到20岁 那要逃难吧 原来在城里面 城里面待不下去 对吧 清兵来到整个松江城 起码被烧了三分之一 避乱转息 然后又回到老家 就乡下 乡下相对偏僻一点 很多人只能往下下逃 你不能往城里逃 城里是一个聚焦点 不能往城里逃 不去三港之东 就这三港 然后这个在那里 还是在那里读读书啊 反正在那里隐居 不敢出来 不敢出来 然后取的名字叫 纯香醉壳 纯香可能是一种乡下 乡间的一种 一种领会的表达 因为松江有纯菜 纯菜 那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他的书在叫 一回草堂 一回草堂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有些什么 原来都是他们董家的 董家的 然后这个是到后来 到康熙前夕 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对整个清朝的震撼 影响很大 就是康熙当时就觉得 这个王朝就维持不住了 结果他还是半平了 把这个事情给搬回来 所以康熙还是很厉害 很厉害 当然对整个青春 历史影响很大 然后因为上半之乱 跟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庄庭龙 看各民事案 对吧 这将难寻的 因为那件事情死了很多人 就莫名其妙死了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 其实是平时看你不顺眼 跟你有矛盾的 就故意打击你 就说你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就诬告你 就一告一个准 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 就这样一告一个准 然后三番之乱之后 就平令以后也是这样 就是告奸之身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皇上是大度的 但地方上你看 经常有怀抱负 之互相奸者 奸就是诬告 就到雅墨里诬告你 我跟你平时有错吧 趁着机会 我告你一把 我看你也告一个准 我就说你 你跟三番之乱 某某人有关系 你是漏网之语 雅墨肯定把你找 就这样了 这个分析 这种叫凋分 到处都存在 这个很可怕 诬告之诚 非常可怕 所以 这个形式很严峻 他说幸亏康熙皇帝 注意到这个问题 向全国发了个文告 说这种分析 要遏制住 完全是胡闹 这种叫诈为之分 其属自闭 一定是不可取的 一定要把他给压下去 说这个不好 这个就 这个让董 董汉很赶紧 因为他也是受害者 有人要搞他 他也是受害者 他说大灾亡也 因为有这样的告语 哎呀 再炒这一 我们可以高尊无忧了 像我们这种四孙家庭 出来的 肯定是被要被抓出来的 对吧 你出生不好呀 对不对呀 你出生那么高贵 你就是出生不好 对吧 一穷二百就是出生好 就这个意思 所以很可怕 那个时代的气氛 你能感觉到 能感觉到 他觉得这个好 当然他也有很多批评 你看 他在马尔这个时代 有很多问题 他在这个笔记里面 写了那么多 你看 好可怕 真的要搞他 他肯定是掌声之地 当然董家这个名望太大 名望太大 为什么呢 康熙皇帝 很喜欢董奇昌啊 那他见不到董奇昌啊 那他小时候学的书法 就是董奇昌的书法 那个 乾隆皇帝学的书法 是赵门府的 皇帝身边的人 很多是江南人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江南人 在中央是有一种文化 网络的 比方说我要推荐人 说主管 我是南方人 我肯定推荐南方人 我不会推荐北方人的 对吧 我肯定推荐我的老师 我的学生 我的朋友 就这样 所以有一幅图 以前那个 我在这里也做过 讲那个康熙南新图 康熙28年 那个主会者是谁啊 是王辉啊 王辉是谁的好兵啊 王辉是谁的好兵啊 王辉是谁 王世明 王坚的学生啊 王世明又是董奇昌的 这个号称 把董奇昌碰作学生 对啊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就进去了 然后王辉又带来 自己的学生 画这种牛啊 马啊 身口的 杨静带去了 花山水的学生 都带去 把让这些自己 徒子徒生 给很快称赛 就这样呢 都是一个形成网 他不会推荐别人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 你看康熙时候 问题这么多 你看看 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冤狱 没办法平凡 有很多贪官污吏 老百姓受不了 地方衙门有很多恶棍 对吧 经常悄诈改进 因为也弄不了 所以叫什么 百姓造孽者多 官复 民断则扫 这样一个时代 这种氛围感 更明 明代末期的感觉 有一种鲜明的对比 因为他在对比这种东西 因为明末的时候都是 夏颖淫 陈子龙 像这样的人 总导这个社会 到了这个时候 你不敢出来 你说声不好 你没有资格说话 就这样子 很糟糕 所以他像这样的 只有相聚 相聚 讲了很多话 他说 这样一个云间世家 生活就一落钱账 然后又缺钱 其实我感觉他是不缺钱 所以缺缺的因 他不是擅长经营 他家里又是有田产 他不会经营 不会经营嘛 就经常去卖东西 卖这个卖那个 有点钱 然后请朋友吃饭 搞一搞一些文了雅士 跟鲁勋他爹他爷爷一样 一钱就卖 卖房卖地啊 就过这种体面的生活 你怎么办 所以就落魄了 往往落魄 他说他又博田两青 一青染入一百亩 他又两百亩博田 江南的田怎么博呢 都是肥田啊 对吧 他不会经营啊 他老实说 我顾不起这种游船 买不起好酒 请不了朋友 经常当这个东西 当那个东西 他在这样讲 其实他是有钱 这么一个人 把这个从 从政组的这个 书画卖几钱 就很直接了 对不对 他们家还有很多书画 财青一字 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人还是很厉害 总体来说 像他这样的人 到了清代 也就是说像董家 董家那些子孙 到了清代 很多人就是义民 就个别人 还在官场里面混 但是混得很差 也没有什么名气 因为你没本事嘛 你怎么可能会像 董宇辰 董家 像董 董西藏那样 有本事呢 你没本事 你真的混 混人家也看不起你 因为你没有公民 你这个公民靠恩英 所以人家不会待见你 很多人只能作为一个移民 他当然不会做移民 移民就是有一种 特别的这种区隔感 跟政治 但是移民呢 就是 我就是 闲善人员了 我不加入任何组织 对吧 我闲善人员你管我干嘛 你也管不到 就这样子 管他的这种 这种 闲适的生活 对吧 这也很好啊 这也很好 整个家族就这样衰落 就长一层衰落 就不是 一会儿衰落 一会儿行 就长一层衰落 一直衰 衰到最后就 默默不问 到了清代中后期 所以我也提董家了 没有人提了 董家的子孙 没有人知道了 就彻底衰落 跟晚民就没法比 这样一种状态 很像明末 清诸 交替自己 有很多人发迹 很快 有很多人衰落 也很快 就孔上人讲的 在达法上讲 眼看他起诸落 眼看他叶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董汉就这样 你看考中进士 那荣耀都不得了 那当然起诸落 重新恢复 家族的荣光 那过了没多久 一年不到 就被公民全部 一路到底 那就楼塌了 眼看他楼塌了 你都看得到了这样一种 快速变化 这样一种感觉 那我回过头来说 康熙这样 就顺制很短 18年就过去了 康熙这个人 其实最后还是 很想笼合江南美人 干了很多事情 经常跑到江南来 东看看西看看 一方面捞钱 一方面撒钱 捞钱 老百姓的钱 捞完以后他撒钱 你们老百姓都有寿 你们百姓具有寿 这是他的原话 老百姓都要三公万岁 万岁 他就说 你们老百姓具有寿 你们具有寿 然后撒钱 撒银元宝 也这样撒一撒 捞钱撒钱 然后文人斯大夫就笼络一下 找一批人到公里 陪他玩 就这样子 到了康熙27 28年 这个时候其实气氛 还是很紧张 但是他已经书放出这种 比较缓和的气息 给你们看 戴明士德其实还是不买账的 他说 你们对我打击那么厉害 就说十多年来 现在已经是康熙27 28年 然后经过了十多年 你看对我们的打击 就说 江南近胜之体 灵意极意 就被你这个文字语 那个周霄案 那个库妙案 都被你搞死了 是吧 那地方的官府叫醋鲁士大夫为能 晚民可能吗 晚民这些文人士大夫 谁敢得罪啊 微分的不得了 那到了清代 一个衙门虚拟就开 对你贺骂不止 你也不敢怎么样 所以董家的这种 当时的情势 你可以感觉得到 感觉得到这样一种状态 那最后有一次机会吧 有 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康熙四四年 第五次难选 刚才讲了吗 那个董锦昌有一次 恩应的机会 这个恩应你看清代还是认可 理论上前朝作者应该废掉 他还是认可 这个是 他的亲孙子 叫董建宗 只有一个名人 他应该只有他 其他都是浪当者 然后 经过大渔河 康熙皇帝来了 他觉得是一次机会 他们知道康熙喜欢董锦昌 家里藏着这个书画要送吧 那送两件的不要舍不得 送两件的 说不定 黄帝高兴把你带上来 对吧 有可能的 当然黄帝的面 你是见不到的 因为你没有什么资格 你见不到的 只是身边的人 传出话来 康熙还是对他们态度比较好 看这个是原话 我把它操下来 他有一个口语传出来 你进城的 据收了 你的话 上语很好 你足 董奇尚的书法 皇上自由灵写的 对你子孙说止 这是最后一句话 大概这是董家 最后恩隆的一个机会 至于这机会 有没有 这个 把他们带出来 我没看到 我查了好多资料 好像没发现 因为董天忠以后 好像没什么人 是吧 董汉以后也没什么人 对吧 就这样一种感 基本上有这样一种状态 董家的时代就过去了 过去了 好 最后呢 我们就几句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在晚明 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就是说 回到我们文人生活当中 其实这三样东西 是非常重要 一个诗 一个画 还有一个书法 书法 书法 绘画 诗 当然画里面 就说已经开始分出 就上中下 这种高下的这种 等差 就是当 这个到青处也是这样 到第一流的 山水画 第二流的 花鸟画 第三流的 肖像画 肖像画是被看不起的 你看那个 运寿品 对吧 这个青苏六大家 一个姓韵的 幸运的看到王辉的山水画 他说我赶不上 我特要求其事 我专攻花鸟画 花鸟画是运寿品的一决 王辉的山水画 你是赶不上 那就算了 不要跟他比 你搞不过他 那他是分成次的 诗书画三样东西 本来就是 以苏州地区最长生 对吧 后来 那当然受到 这个苏州这样一种 核心区的文化 扩散的影响 那么松江地方 又产生了很多 这样的 所谓叫高财美智 就像农乡这样的 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接大成了 就接大成 出来了 然后因为这样 整个的群体 就是苏州 松江 嘉兴在晚 这样一个文化 这样鼎盛的绝面 就奠定了 在整个中国的地位 也就是说江南地区 最最重要的 华与创作中心 和建设中心 就在这里 无论你认为是 嘉兴也好 松江也好 苏州也好 就在我们江南 就在台湖上 不会在别的地方 这样一种绝面 在晚林市 被非常清晰地 给确立起来 不可能在寒冬 这样子 那明末 另外一种趋势 就是转型 就是所谓的 就是话谈正统 这个流派 本来比方说 董基昌 在松江的话 松江肯定是中心 对不对 所有人都向往松江 但是从董基昌以后 松江就没人了 谁能搞得过呢 谁能取代 这个董基昌 代表他呢 没有 他的学生辈就出来 就是说 王坚 王思敏 对吧 王元祺 王辉 吴不立 对吧 运收品 对是这样的人出来了 那好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哪里 中心就转移到了 比方太昌 叫楼洞画派 对吧 这个常属 我们叫余山画派 常属就是余山 所以出现了 这样一个正统的一个中心的地域转移 就到那里去了 你不会再说松江是中心 松江画派你不会再说 都是楼洞画派 余山画派 这样子 画派的正统 就开始有一定的地域转移的味道 也就是董基昌 但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姿徒顺 受到他的影响 然后这样一种表达 我也也讲过这个画中九有 《画中九有》里面 当然有董基昌 有他的 其实他的是老庆家 王思敏是他的老庆家 崇征是阿尼 王思敏的女儿跟董基昌的小儿子结婚 王思敏二女儿 董基昌最小的那个儿子结婚 这是从政十二年 这些人都是画中九有里面的顶尖人 顶尖人可以代表当时最杰出的 这样一群人 也是当时要在画意上有所成丢的人 效仿和追随的榜样 然后我们回到松江 那松江当然自己有他自己的这套文脉 对吧 如果说晚宁 那当然比方说从何良君 董基昌 然后到明末的夏宇宁 这样一个人文传统 其实得到很好的延续 这个延续的传统其实是蛮 感到整个地方的文脉是在北墙 这是没问题 然后整个的四族群体 就像何家 董家 夏家 沈家 唐家 等等等等这样的四族群体 对吧 他们都有很强大的这种资本 文化资本 还有很多广泛的 比较复杂的权力网络 这些东西帮助整个松江地方建构起这样一套社会网 建构起这么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 也是这个地方的人在诗文交友和诗话创作品间当中 距离这种一流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但是明清交替就是17世纪中期 1640年代 17世纪中期以后 地方生活文化创作 更政治生活 或者说更政治的变化 契合的态秘 影响很大 就表现很古早 就刚才我讲的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以后就出现了跟万民不同的面貌 也就是说万民那种风云激荡 众生喧哗那种局面 在清代初期 甚至到康景间你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最后 我看一下这个董奇昌写的 这句话叫 单亲不知老将至 富贵与我如浮云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那刚刚从老师的讲述中 我们能够知道 四五百年前 万民的宗江的老百姓 以及世人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况 我们也了解到 独奇昌写的家族的发展状况 相信也不少点 大家都是感觉到比较亲切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老师稍微交流一下 我们再次感谢董老师 谢谢 谢谢